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1997年回归之后 地产商再透过新建大量的缩水楼 去维持丰厚的利润 香港已经连续9年成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 平均一个家庭不吃不喝21年 才能够存够钱买栋房子 目前大概有21万人住在平均面积不到两平的 两平的当房 当时应当的当 右边一个刀子边 至于什么是当房 待会可以解释 其中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截至今年三月底 轮后公营房屋的户数更是超过了25万 平均轮后时间是五年半 被讽刺是等到死 到底如何要打破地产商对于香港经济的操控 增加社会的流动性 引入民主选举制度 以及制定公平竞争法 或者是反垄断法 这些手段是有效吗 今天进行的单元 Joyce时间 Joyce来为我们带来的题目 正是香港的地产霸权 好 好像还有一本书对不对 是有一本书 那个作者叫潘惠玲 香港天窗出版社出的 那原来他是这个作者在加拿大 一个加拿大学写博士论文的这个 他是一篇博士论文 然后几年前译成中文 所以地产霸权今天在香港 也变成一句很流行的话 然后呢 地产霸权在香港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派别的媒体 都有评论过这件事 我用这个节目来解释地产霸权 我会说地产霸权跟英国的统治关系不大 他当然有他的背景结构是英国统治的时候形成的 可是呢 他的形成的最重要原因跟那个政权移交 就是跟一国两制 你认为九七以后才出现的 我会觉得是对 我会觉得那个是九七以后的一国两制的那个体制 然后才出现的这个地产霸权 所以我今天呢 其实要讲地产霸权 我会说是我这个节目以后一系列要讲香港的一个第一集 因为香港的问题呢 是太复杂了 我认为不可能一集节目讲完 然后呢 所以我今天就先讲地产霸权这一部分 当然这个来自因为今年夏天 也不会是今年夏天 应该是今年一整年 2019年 整个全世界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香港的骚动之下 那当然这个东西香港的说法叫做反送中 看香港 也要记得 同样的东西都有一个两个以上的名称 都有两个名称 反送中基本上是同情抗争者的用语 如果是建制派那边的用力 就是反修例 因为那个是基本上 他是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反对这个修订草案 所以应该是我认为 所以在你而言 连这个名词都有正确跟不正确 就政治正确跟不正确 老实说我认为 如果是完全要中性的话 我认为用语应该是反修例 只是说的确 他有反抗中国 这个对香港的这个 就是中国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意识 所以你会说他有抗中的因素 所以反送中的话 是点出他的抗中因素 可是呢 反修例是 我认为是比较准确的用法 那我来讲一下这个反修例的这个风潮的来源 因为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大家只看到 哇哇 这个已经连续两个月了 七月八月 只要是周末的话 香港那个画面真的看起来都非常惊人 所以我来先解释一下他的来龙去脉 他的起源的确是2018年 跟台湾有关 2018年发生在台北的一件相尸案 意思就是说一对男女朋友来台北度假 男孩子杀了女生 一死两命 然后呢 这个尸体呢 他放在一个行李箱里面 扔在台北捷运站 逐围捷运站附近的草丛 所以这个来源是台北相尸案 台北相尸案呢 这个处罚 因为逃犯已经 办了这件事情之后 逃犯马上逃回了香港了 破案的时候 逃犯这个杀人犯已经在香港了 所以呢 就呈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香港虽然跟全世界20个国家 有逃犯引渡协议 可是并不包括台湾 所以他有一个法律斗动 所以呢 是那个港府呢 香港政府呢 必须要立法 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逃犯 引渡来台北呢 所以呢 是在这个相尸案发生了一年之后 是在今年的二月 港府提交了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 给他们的立法会 那这个时候呢 然后他们提出的说法是说呢 要避免香港成为犯罪天堂 而如果大家都像这个台北相尸案 这个杀人犯一样 犯了案了就逃到了香港 然后香港又跟对方没有这个 跟这个发生案件的国家 完全没有这个引渡条例的话 那不就 我们没有任何法 原因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法治国家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法源 然后呢 现在问题就是说呢 他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啊 是把台湾跟中国绑在一起 所以呢 这个激起了 就变成说 大家想到的不是说 要把一个杀人犯送来台北 大家马上想到的是说 我们现在呢 是不是呢 中国如果想要在 因为大家马上想到都是中国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已经有铜锣湾书店的那件事情 就是说中国已经 比如说书店老板被引渡 或者说被带回到中国去了 对 因为铜锣湾书店有五个人失踪嘛 其中四个人至少都还是在中国境外被抓的 可是其中有一个 我们确定是在香港抓的 而且呢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呢 香港要来 为了打击贪腐呢 至少有一个富商 肖建华也是香港也是中国情治人员 越界来来这个香港抓人的 就是说呢 对北京来说呢 或是对北京的这个某些单位来说呢 香港跟中国之间没有逃犯条例 一向不是问题 他们就是 就可以来抓就是了 反正他们就是用这个香港的这个 帮他们协力单位 当然就黑道了 帮他们抓人就好了 然后用一个船啊 又或者说放在行李箱里面 就可以送去中国境内了 送去内地了 所以呢 逃犯条例好像是为了台湾而设的 可是呢 因为他把中国绑进去了 所以第一时间呢 香港这个讲话一向最大声的 工商界跟金融界就起来反对 那当然不用说了 就是说知识分子啦 律师啦 所有的行业都出来反对 所以呢 在二月提出的时候呢 其实呢 在三月的时候呢 这个他们已经有议会冲突 有人受伤了 我要这么说 这几年来 差不多二零零二零一四年以后 香港立法会常常发生打架 那对我们台湾来说 一来说我们台湾也常常打架 而且二来呢 我认为是两千年之后 全世界打架的议会太多了 所以大家台湾人不会看到香港议会打架的新闻 因为那个新闻对我们来说太小了 这样子 然后呢 我再来讲呢 再来是因为这个修例而引发的游行 三月三十一号呢 第一场游行呢 一万多人参加 因为那时候民间还没意识到 民间就想说就送一个杀人犯去台湾的 大家还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多大 然后呢 是那些比较关心立法的一些社会精英 开始想说不行啊 会让我们的这个金融业者啊 动不动我们也是 中国哪一天如果是在打击贪腐的话 一定要说我们金融业者协助洗钱的话 我们也会被送去中国啊 所以呢 我说一开始他的 算第一场示威的三月就发生了 可是那一次只有一万多人 然后再来呢 隔了一个月 四月二十八号呢 那次人增加了 变成十三万人 然后呢 五月这个民间抗争持续 五月呢 是两百多所学校涵盖了小学中学大学 包括学生老师跟校友发起的联署 就是说两百多万人联署 反对修例这样子 那下一场抗争呢 是律师上街头 这个是六月六号了 那我们要知道这已经是六 当然六四也有一场游行 那次是声援六四 然后呢 六月四号之后呢 第一场关于这个反修例的游行 是只有是律师上街头 我们要知道哈 香港对他们自己的法治是非常非常骄傲的 所以呢 律师在香港的地位呢 有点像台湾的医生一样 就是说他们不是说是一个高层精 知识精英而已 也认为是说社会良心的代表 应该是社会的意见的领袖 然后呢 是律师的这个上街头 因为律师这个当然也就是差不多几千人而已 这个是律师上街头之后的三天 六月九号百万人上街 那场才是说反修例的第一场的大型游行 是六月九号 六月九号第二天呢 这百万人上街之后第二天呢 林郑月娥就让步了 为什么呢 六月九号这个上街会到百万人员 因为排定的是六月十二号 这个法案要二读 是 那林郑月娥的让步呢 只是说我们的法例还是会改下 就是哪一些可以送去中国的 或是包括送来台湾的 有哪一些罪名 就是跟经商跟金融业啊 跟工商界最有可能那几个罪 都整个拿掉了 因为他本来就他本来的条款 就是说不包含跟任何跟政治有关的 任何任何任何罪名 那这次是跟金融啊 跟商业有关 也就是在六月份六月九号是吧 就已经把跟金融跟商务有关的 拿掉了 可是呢 反对人认为说 中国如果要抓你的话 明明是跟政治有关的 他还是有各式各样的罪名 可以给你啊 这样子啊 所以呢 民间还是不满意 所以呢 到了六月十五号的时候呢 林郑的让步子愿意说改而已 那还不愿意整个拿掉 所以民间还是不满意 所以呢 民间呢 六月十二号那天还是有去包围立法会 然后呢 这个压力更大的时候呢 林郑才改成 说法是说 我不是改罪名而已 我是无限期暂缓 暂时的 也就是等于说 这个案子 不会提出了 无限期 不是撤回 因为我们知道 六月开始已经民间有那个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里面有一个叫做彻底撤回 可是林郑月娥还是不愿意彻底撤回 她只是叫 她的说法叫无限期暂缓 无限期暂缓的时候呢 六月十五号呢 为什么说这个情势又激化 因为那天是第一个年轻人自杀 六月十五号 然后呢 七月一号的话 那当然就是政权移交的一个纪念日嘛 七月一号的时候发生了 那个占领了立法会 所以民间的情绪还是很高亢 然后呢 七月二十一号又下一个又情势又更的变身高的一个 关键事件是元朗的白衣人暴力事件 那之后我就不讲了 因为之后我们就我们知道就是就是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都是几万人上街 就我们看到街上就是警察跟那个示威者对打了 然后示威者一定是戴着防毒面具啊 就是那些很高亢的那些画面 我们觉得应该是要在耶路撒冷啊 才会看到那种画面都是每个礼拜都在香港上演 那我现在也讲一下 六月开始这五大诉求 一个叫做彻底撤回这个修例草案 第二叫做释放所有的被捕的示威人士 第三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 因为民间一直认为警察过度的使用暴力 第四要收要求政府收回暴动的定义 为什么收回暴动的定义很重要 因为呢如果是暴动罪的话 那些被捕年轻人就会被判十年 至少也要五年六年 然后第五呢是这个坚持要实施全面 真正的全面普选 全面普选 那我那个以我们台湾人来看的话 是警察对人民过度使用暴动 你马上要成立调查委员会 不是很理所当然的吗 港府的说法是说在这个时候 我就成立调查委员会 太打击警察士气 就算我要成立的话 也是等整个事情过去 而不是现在 那这个当然是民间不可能支持 那至于真普选呢 你如果是看那个建制派的媒体的话 他们会认为说这些人叫武力取闹 你明明知道北京不可能给你这个 为什么要提这个 所以我要说呢 这个是这个港府呢 不可能答应这五个诉求里面 至少有两个建制派的说法是这个 然后如果是彻底撤回修例的话 建制派那边的说法说 都已经跟你讲无限期暂缓了 为什么你还不满足 那现在呢 我来说 要进入正题之前 我先要强调我们台湾人 再怎么来说 是香港的外人 那身为外人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看 对香港这件事情发生 我要先说 我心目中有几个发生的方式 是很不恰当的 首先呢 我觉得我们不能去跟香港人 去我们是外人 我们不能去说 他那个是颜色革命 因为我看到一些美国的评论 就说哇 这个是香港的颜色革命 为什么说香港颜色革命 就是我们外人不应该讲 要讲应该是他们自己讲 因为呢 一旦是颜色革命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 他就会抵触那个五大诉求里面 那个叫做收回暴动定义 因为颜色革命是暴动 就是暴动嘛 对嘛 那颜色革命的话 你就会害那些被捕年轻人 被判十年嘛 那些十几岁就被抓人 他们可能就未来十年都要坐牢了 所以我们外人绝对不能去跟他说 他那个是颜色革命 那再来就是说呢 但是等一下我先问 在整个香港的这个 过去的风起运用的活动里面 他们自己到底认不认为 自己是类似颜色革命 你有或者说 他们自己有没有发出过声音说 我就是要效法颜色革命 我要这么讲 一定是签制派那边 建制派那边的媒体会说 你们就是要颠覆政府 颠覆政府就是颜色革命 然后呢 我还是刚刚问的是说 示威者本身没有 对 每一个都没有 我要这么讲 示威者本身 因为你要是颜色革命的话 在示威者本身 我会说那叫做港独那一派的人 所以那里面有港独的 香港有港独 可是港独的人呢 以我们最后一次看的 那个民调数字的话呢 港独的人 在香港里面占比太小了 不到10% 所以示威者绝大部分 并不支持港独 然后呢 这次他们的示威 有一个特色叫做吴大台 吴大台就是说 没有人可以代表所有人讲话 然后至少我们注意看那几个 就是说被捕的那几个人 就是那个831大逮捕那几个人 那几个人没有一个 应该是只有那个陈浩天 他算港独 可是呢 那几个人呢 他们的说法 就是我们目前看到 这些示威者出来 我们看电视 看到他们受访的的话 其实他们讲的就是 捍卫两制 什么叫捍卫两制 捍卫两制就是说 他们没有要挑战一国 如果说他是要捍卫两制的话 我会说我们是外人 我们就不要帮他 明明他不是港独 我们不要去跟他讲说 你是港独 就不要说 因为我们台湾很多人 你现在讲的 还有一个重点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这些外人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的主流声音 我们很难定义 但是我们的 official 就是我们的官方的声音 究竟是不是 希望他把它定义成 颜色革命 我听我感觉 小英政府非常想要利用 利用这个局势 让台湾的这个民气 也去支持香港 这个已经不只是反送中 而是反中了 我要这么讲 因为这个对他的选举是有利的 我知道大家都很希望说 抓小英的毛病 可是呢 目前小英的发言里面呢 我会觉得 只要是我们声援说 他有声援说 他有支持 那个争取普选的合理理由 争普选 争普选的合理理由 然后呢 认为说我们只是诉求说 北京能够认清香港 有争普选的合理性的话 我会觉得我们还不到定义 它是颜色革命的地位 的那个程度 然后再来就是说 香港人 台湾人应不应该捐钱 给香港这些抗争者 我要这么讲 几个月来 看到那个街头抗争的画面 我看到很多台湾年轻人 觉得说 哇想到这个赛德克巴莱 那个可歌可泣的画面 然后呢 台湾人也很想要捐钱 给这些年轻人食物啦 或让他们 帮他们买防毒面具 我会觉得说 如果说食物是争取 是那个声援 他们争取自由民主 买防毒面具 是帮他们这个 保护他们自己 我会觉得 这个还算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要 住院香港的话 我们是住院 他们能够 这个我们承认 他的争取的合理性 然后我们希望 希望他们平安 可是呢 我认为呢 如果是为 勇武抗争加油 我认为台湾人 是不应该做的 讲清楚就是说 我们看赛德克巴莱 觉得非常可歌可泣 没有错 可是我希望大家 没有人希望 自己的小孩子 变成在赛德克巴莱 里面的年轻人 为什么 因为那会变成 无畏的牺牲 赛德克巴莱 我们以100多年后来看 那的确是 无畏的牺牲 所以呢 我今天在看香港 那些年轻人 抗争的时候呢 我非常清楚 这些年轻人呢 跟228那当年的 台湾人比起来 跟1989年 六四天安门的 那些广场年轻人 比起来 他们算是比较理解 他们抗争的 对象的邪恶 不是说邪恶程度啦 的真面目的 然后呢 所以呢 这些人的确是 比228当年的台湾人 或六四的广场青年 更有自我牺牲的决心 我看香港电视台里面 这些被捕的年轻人 说话的时候 都有说 他们知道 他们可能未来几年完了 这样子 我看我虽然非常感动 可是呢 我也会担心说 万一他们的牺牲 没有意义怎么办 但是问题在这里啊 就是那五大诉求 是铁板一块 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 你也支持这一点 如果因为你说 你是个外人 或是说我们都应该 把我们当外人 但是身为外人 到底对于那个五大诉求 铁板一块是支持的吗 我这么讲 还是不支持的 你到底支持不支持 现在问题是说呢 到了八月的时候 他的情 他的他的状 香港的状况 一直变化越来越大 所以呢 我只能说 一开始的六月的时候 那个诉求百分之百 是合理的 到七月二十一号 元朗暴力事件 那个诉求也是合理的 可是这几 现在这一个月来 为什么说 我没有办法讲这句话了 你没有办法讲说 那个五大诉求 是完全合理的 因为现在香港的 问题是他讯息太乱了 而且讯息太乱的话 是政府要负比较大的责任 因为政府出来承认 他们有使用卧底 警察有使用卧底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看到那些街头的 那些示威者的暴力 特别是示威者 有五派做的暴力 还是警察卧力 我们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 然后呢 至少我认为 独立调查委员会 是非常合理 到现在还是很合理的 我会觉得港府 没有承诺这点就是不对 台北FM 98.1 News 9898新闻台 Joyce时间 Joyce今天 跟我们谈的主题 香港的地产霸权 其实是从 反送中或者反修例的 这个不断发生的 今年几个月来的运动 说起的 我刚刚有特别强调说 因为台湾人是外人 所以呢 关于我们对香港的事情 可以发言的话 我们还是要自己节制一下 刚刚大纯一直来问我说 关于那个五大诉求 一支铁板一块 到底我值不支持 我要讲 我有想过 关于台湾人在这个时候 这件事情 我们要认为 那是香港内部的事 这个不是我们 因为要付出代价的是香港人 所以我就觉得 到底应不该让步 应不该那个不割息 就是说 合理非非 不是合理非 就合平理性 合平理性非暴力 那一派讲的不割息 丢原子弹也不割息 到底这个还合不合理 因为那个代价要付出来是香港 所以我觉得我们外人 还是不要发言比较好 那我们外人可以做是什么呢 因为呢 我发现在台湾的话 那个同情香港的人 当然是台派比较同情嘛 就是认为说 他们很多的台派 可能都以为说 香港人争取的是香港港独 所以我看到呢 这个前两天 黄之锋来台湾的时候 那个要立的是 想要争取这个难民法 因为难民法这个 出到很多台派的痛处 马上就有人上去讲说 黄之锋又不是港独 我想说人家是不是港独 干我们什么事 应该是说呢 台湾人认为台独天津 应该是说 可能50%的台湾人 认为台独是天津地义 所以这些人可能就认为 香港人现在不争取 港独就是政治不正确 我要这么说 台独在台湾的思想的脉络 跟港独在香港的思想的脉络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没有资格用台湾的脉络 来思考香港 所以呢 我们还是 你不能把你嘴巴里想讲的话 塞了香港人对你去讲 我们认为独立是天津地义 你不能讲说香港人不争取独立 就是他们不对 因为这个有点说法 让我想到说 这个怪怪的 为什么刘晓波是 我们知道刘晓波是东北人 他是吉林人 你今天可以因为讲说 刘晓波你为什么不争取满洲独立 而认为他不够反抗强权吗 因为这个是 刘晓波的那个东北 有他们东北的脉络嘛 所以呢我们认为 我们如果说真的要声援香港的话 你至少肯定他为什么要抵抗北京的威权 这样子 所以呢我认为我们外人能够做的是 理解香港的这个民怨的来由 而且承认他的合理性就好了 那对我们来 我认为呢 对我们来说呢 要理解整个香港民怨的来由 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你可以发 我们不去接触这个中国那边的媒体的话 你如果接触中国媒体的话 你就会发现反对香港的反送中的话 他有一整套论述的 那个论述就是说 上街头那些人是废青 那什么说废青呢 意思就是说 你们香港的事情 你们香港问题搞那么烂 是中国已经对你们这么好了 你们香港今天 还是有那么多人过苦日子的话 是你自己不够努力 因为你没有我们中国人努力 我会觉得说应该是 我们想出一个 我们去理解这个事情来容去末 有办法反驳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主流的说法 我会觉得这就是我们为香港能够做的最多的事情了 所以我今天要来 所以我是说 所以你要讲香港的地产霸权 对我今天要讲香港地产霸权 因为我不会讲这么一次 我将来还会再讲香港的民怨的其他的来由 那我现在讲 香港今天呢 想要说他们说反送中 反送中其实我会说用这个三个字意思的话 就是觉得 你就是知道 他们不是反修例而已 他们还要反的整个北京的整个威权 他隐含着抗中的情绪 他也反所谓的西环治港 西环就是那个中联办 所以我要讲说呢 这个民怨呢 他有他的经济面 然后也有他的政治面 然后呢 我今天要解释 这个经济面呢 地产霸权只是起一 将来有一个 将来下次的节目 我会讲到香港的产业空洞化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说呢 到底香港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民怨 到底是不是北京要负责 然后呢 北京要负责的话 又有两种可能 又有两种可能是 北一叫做 当年明明有一国两制的承诺 可是呢 北京没有信守承诺 问题是来自如此 你今天如果看香港这些年轻人论述的话 你会发现 他们这是要捍卫两制 意思就是说要北京 信守他的承诺 当年一国两制的承诺 所以这有一个隐含的意思是一国两制 这个承诺本身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可是我会说呢 北京要为香港的经济上的问题负责的话 其实另外有可能性就是 一国两制本身真的有问题 不是他的执行面有问题 你说他在他的理念本身就是有问题 我要这么讲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一个有家庭有小孩的男人 给一个承诺说要娶外面的女孩子 那后来他没有信守承诺 他不愿意离婚 你要说他是言而无信呢 还是说他一开始就不应该给那个承诺 我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我也会讨论这个可能性的可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难道香港一国两制 这个承诺本身有问题的话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难道你要一国一制吗 我说不是的 我会说如果是一国两制的承诺 有问题的话 那我认为北京或是中国人 更应该去珍惜香港人 今天还愿意跟你一国两制 所以呢 我希望说如果是一国两制 就算是一国两制本身有问题 北京或中国那边的人也应该退一步 可以想办法把目前的两制改得更好 虽然他已经不是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那时候假设的一国两制了 就是说也没有办法把那个承诺本身有问题 可是既然你都已经结合了嘛 那你就把它改得正好 然后呢 我来说呢 很多这个建制派呢 或中国那边的人呢 为什么觉得那些抗争的人是废青 有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香港这几年来 就是民怨高涨这几年 香港的GDP的数字真的非常好 至少都大赢我们台湾哈 然后呢 就算呢 这个建制派的媒体呢 承证说香港有房地产问题 有地产霸权好了 这些像亚洲周刊啊 他们都会说呢 这个呢 是第一 这个是港英政府就留下来的 就是80年代就有的 而且如果要解决它的话呢 不应该靠真普选 应该靠大有为的政府 那再来呢 他们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呢 香港的这个经济数字这么好 可见北京对香港真的是非常好 那怎么的好法呢 就是说呢 我们有给你SEPA SEPA就是内地跟那个香港之间 更紧密的那个经济结合 然后我们有给你港珠澳大桥啊 我们有大湾区的计划 这都是要帮助香港的经济啊 而且重点是香港人缴的税 不用上缴中央 所以这可见北京对香港超好 然后再来呢 他们另外一个说法呢 是呢 当年在港英时代的时候 在香港的华人 根本就是二等人 为什么你们当年不争民主 今天才争民主 可见你们就是崇拜英国 你们就是养奴 你们就是英奴 这个英奴 英国的奴隶 这个英奴这两个字 在香港的那个建制派媒体上 也常见到 那再来呢 你会在中国的这个 这个网路上常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呢 香港就是失去了当年的 这个比中国还要高一等的 这个经济地位 然后呢 他们受不了中国崛起的 而且他们歧视内地人 然后他们称呼内地人为蝗虫 这是事实 所以呢 这个是把香港那些抗争人 称为废青的基本的几个论述 刚刚那几个论述呢 我先简单的先反驳两个 一个是北京对香港超好这一点 我要说港珠澳大桥 还有香港到那个广州 那个高铁的线 事实上呢 都是香港的钱占大宗 意思就是说 那个不是中央给香港的赏识 因为香港付比较多钱 而且香港 而且呢 这几个建设呢 在香港的民意支持度都不高 所以呢 北京这个非要盖 这个港珠澳大桥跟高铁不可 它事实上是违反香港的民意的 所以你没有 你不能说这个是北京给香港的恩赐 而且呢 香港政府为了支付这些建设的经费 它还挤压了其他的支出 所以我说光你要把这个什么 这个港珠澳大桥啊 高铁啊 你想大湾区计划 你想说这个是北京给香港的恩赐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那再来是SEPA带来的 SEPA以香港人的感受的话 第一 有很多内地的人呢 去香港大采购 那现在问题呢 在香港的商场呢 都是少数几个财团经营的 或者说呢 很多内地人去香港买房子 这是会让香港的地产霸权呢 去盖更多的豪宅 让一般的香港人 更盖不起 更买不起房子 所以呢 SEPA虽然有带来经济成长的数字 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创造就业机会 因为自由行的人的确用了很多香港内地的这个导游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次有那个 去对那个抗争者联龙墙 拿刀子去砍人家的 就是非常反对反抗中的 就反反抗中的 有一个人是香港的内地团的导游 可是呢 整体来说呢 SEPA带给香港的是生活品质变差 香港最常的抱怨是 香港本地的孕妇要生小孩的时候 医院里面没病床 香港的婴儿 他们需要买奶粉的时候呢 没有奶粉可以买 因为奶粉都被内地客买光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呢 通往这个内地 就是说内地客 因为我们知道呢 自由那个SEPA之后呢 很多内地客来台湾 来香港呢 事实上是一天来回很容易 他们是要去做代采购的 所以他们大包小包的来香港做采购呢 所以让香港的公共运输的品质 本来是这个 就是本来呢 地铁没那么拥挤的 后来变得地铁非常拥挤 而且你或者说你要等好几班地铁 上不了车这样子 所以呢我会说呢 蝗虫这个在我们 在我们耳朵里面听起来很明显的 种族歧视的这个名称 是这个背景来的 如果说我觉得中国人那边呢 如果不了解香港的这个背景 民运的来源 只想说凭什么你们觉得我是蝗虫 我会觉得说 这个叫做没有同胞情 虽然你一口口声声说 对方是香港同胞 那再来我要解释说 港英时代不争民主这点 等一下 这个题目可能在这一节的时间不够了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Joyce 时间Joyce要谈一个很炸的题目 很辣的题目 香港的地产霸权 刚才讲到的是 这个香港人为什么在港英时代 不争民主 现在争及民主 这个97之后 你有在注意香港的政治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香港立法会里面 就是分建制派跟民主派 泛民跟建制 然后互相骂了 泛民这边骂建制那边 就是你忽然爱国 然后建制骂泛民这边骂 你忽然民主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 你从前都不争民主 然后泛民回应那边 你从前在 你从前在这个 那个97前的话 你怎么不爱国 那我要这么讲 所以我们现在回应说 为什么这个港英时代 香港人普遍不争民主这点 第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呢 香港人发现自己要回归 就是要政权移交 是82 1982年 就是那个 柴契尔夫人摔跤那一次 那个时候啊 其实呢 民主是普世价值 这句话还没出现 想想看 那当年韩国啦 台湾也都没有民主啊 就是说呢 当年其实 香港跟我们 跟台湾啊 跟韩国一样 都觉得没有民主 小山 大家也都生活过得不错 所以自然的 大家不会是想去争民主 那第二个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我会觉得呢 是这个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也不是说最重要 因为第二个原因呢 是呢 香港呢 因为有六七暴动的缘故 香港呢 其实呢 中国内地一直有 源源不绝的 这个的移民进来 所以整个中产阶级 的确会 会为了说自己的利益 担心说民主 有害这个中产阶级 就有产阶级的利益 这是中产阶级 当年不争取民主的原因 第三呢 其实呢 还有一个 是香港人也是最近几年才发现的 因为这是后来英国的政府的资料解密了 所以香港才知道一件事情 事实上英国的政府三番两次的想要给香港民主 是去跟北京沟通的时候 北京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这个代表什么呢 我会觉得从香港年轻人去质疑上一代人 当年你怎么不争取民主 我觉得他没有资格讲 可是建制派 或者说亲中派 没有资格质疑 为什么香港人当年不争取民主 因为当年最反对香港民主的是北京 那现在我就来解释今天的重点地产霸权了 很多人以为呢 地产霸权呢 是英国人留下来的问题 所以不能够怪北京 那我的利润是这样子 我认为香港呢 独有的产业结构 的确是在英国的港英时期就已经形成的 可是今天这个产业结构会变成今天的民怨那么大 那个土壤虽然是英国的时候形成的 可是播种浇水的是发生在97后 为什么呢 那我们先来解释说 英国时代就形成的香港产业结构有什么奇特 香港产业结构跟我们台湾跟很多国家的不一样 就是说呢 它的内需呢 是一定是寡占或独占 而且呢 它的参与财团呢 在不同的业别是高度重叠的 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台湾人已经很难想象说 我们的地产商就是远雄啊 新复发之类的 会控制我们的电力瓦斯 公车票 还有我们的生鲜书锅 日用品的价格跟服务品质 这个在台湾是不可思议的 其他国家也不可思议 可是它在香港就发生了 那我们在香港有什么奇特呢 我要先说 因为香港它的一开始 它开铺的话是一个自由港 自由港意思就是说呢 它本来就是这个 有政府的话 它本来就是要为几个 要在那里的大贸易商服务的 所以它是一个极小的政府 所以这极小政府就是说呢 很多其他的国家 是当作政府经营的公用事业 在香港都是民间经营 这是为什么说 我们在台湾啊 日本时代我们就有港务局 基隆港啊 就是港务是那个政府官的 你去香港的话 你会发现各个港的 各个码头的港务都是 那个大商行自己在管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呢 在台湾的话呢 什么电力啊 那个都是政府经营的事业 可是在香港的话 它是又是 又是全部都民间经营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是地产商 经营了这些事业呢 那我要说啊 香港的这个特色 就是说李嘉诚 它是它也是一个 它虽然是一个地产商之外呢 它也是香港的两大工电商之一的香港电灯 然后李嘉诚呢 香港有三家超市连锁嘛 其中有一家就是李嘉诚的 它有两大药庄同路 其中有一家去城市也是李嘉诚的 那他的儿子呢 则经营这个 在香港你如果是手机的服务的话 就电信商的话有五大 那个李嘉诚的儿子李泽凯 其实五大之一的一个电信营科 那另外两家地产商呢 中华煤气是归一家地产商馆 那个叫恒基 恒基 然后呢新恒基呢 九龙八市在九龙新界也是独占 然后所以我说呢 它的远遥远的原因呢 是来自香港开铺 一开始呢 就是政府本来就是不干涉主因 因为他会有这个政府 本来就是来帮这些大商行 大商行就是奇仓洋行啦 颐和洋行啦 太古洋行啦 帮助你们做生意的 然后呢 香港的政府从英国的时代呢 他就有一种不干涉主义 不干涉主义 这个是台湾跟韩国没有的 所以我说 这个是港英政府有关 可是更远的原因是因为 他本来开铺的时候 他就是给洋行做转口贸易的嘛 那还有就是说当年呢 这些内需产业 煤气啦 八市啦 还有什么供电啦 当年呢 你本来就是一个给少数洋人 在这里做自由港的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 英国人去的时候 香港几乎没有人 就去一个小渔村而已 后来是因为太平天国难免 才增加一些人 辛亥革命的时候增加一些人 我去查的话 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 香港人口还不到30万 所以当年的内需是很小的 所以是用供应像电啦 煤气啊 牛奶啊 它都是非常小的生意 所以呢 可是呢 像问题是说呢 当年他拿下殖民 香港岛变成这个英国殖民地的时候 是不是整个岛马上就变成皇家土地 那皇家土地的话 一开始就要给这些人做生意的话 所以当然就会把土地批出去 哇 那义和洋行 奇仓洋行 你们要做贸易 你们需要仓库 你们需要港头营运 所以这块地批给你们 然后呢 也要需要有内需啊 有需要有 后来需要有巴士服务的 需要有瓦斯供应的 需要电力供应的 这些小商家 当年也拿到了 很珍贵的土地 所以当年是 不到20万人口的时候 这些人就已经拿到了 最珍贵的土地了 这些很小的生意 可是后来人口暴增了 变成200万人了 市场变大了 问题是它的地价也暴增了 所以呢 有其他人说 我要来增加竞争 应该要多一家煤气厂商 应该要多一家 这个电力厂商 那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拿不到地了 因为香港地也变贵了 所以呢 我说这个是 香港的内需 为什么垄断那么严重 跟这个有关 当年它的开铺的历史 那现在问题是说呢 香港70年代的房地产起飞 70年代才开始 70年 等到大家想要做房地产的时候呢 大家就把那些小商家的眼中呢 就变成大肥养了 所以李嘉诚去变去买香港电灯 他并不是说想要对供电有兴趣 是因为他看上了电的地皮 电厂的地皮 或者恒基呢 去买中华煤气啦 新恒基呢 去买9080 背后都是地产 所以是为了卖地皮 所以这形成了这个 同一家地产商 很多家的垄断的形式 那现在就是说 再来就是97前呢 形成这个产业结构 为什么当年没有民怨 现在问题就是说呢 当年这些地产商呢 的政治的影响力 并没有那么大 这个是建制派 今天跟民主派两边的说法 差别最大在这里 建制派会说呢 当年呢 这些那个大洋行的大班 就今天讲的执行长 都是所谓的非官首议员 就是可以参与行政会议 跟那个立法会议 他们当年都不用民选 可见当年就是商人的权力 比一般市井小民大 所以呢 今天还有这些还要选举 所以我们凭什么说 是现在的政商结构 比从前严重了 现在问题就是说啊 你如果去追溯 北京收回香港 这个统治权的历史啊 你会发现啊 1983年许家屯去香港之后呢 北京对香港的政策 有个非常大的转变 他们就觉得说 从前我们在香港呢 我们拉拢了都是左派 后来拉拢都是负商 最负商 所以呢 是北京这个83年开始 以后派许家屯去香港之后呢 北京尽了权力去拉拢这些负商 而且还有很多北京的官二代啦 就像郑小平的儿子啊 就跟李嘉诚合作做生意啊 是这些政商结构 加深了地产商在香港的政治权利 好吧 我今天就能只能讲到这里 但是来说 我今天也比较大